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讲中口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惊悚片《屠夫小姐》 一个神出鬼魔的女杀手连续犯下离奇命案,让警探敏俊头疼不已 与此同时,因为美焉照人的老板娘出现在敏俊的生活中,让她为之清新 然而,敏俊逐渐发现,老板娘与命案有着莫大的关联 她会是那个狡猾的女杀手吗? 如果是,敏俊又该如何抉择呢? 最后的真相几乎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 一面开始,宾馆房间中,一名男子把刚进屋的漂亮女人推倒在床上 粗暴地扯开她的衣服,晕育起来,一边发泄,一边辱骂对方 第二天,这名男子被发现死在宾馆床上,鲜血喷剑的到处都是 中案组组长敏俊率领手下对这些案件展开调查 发现死者名叫江正瑜,是天下医院的神经外科教授 昨晚与他发生关系的女人名叫西珍,是天下医院的实习医生 宾馆的监控视频显示,西珍在云雨后离开 此后江正瑜的房间再无人出入 那么凶手是怎样进入房间,又是怎样离开的呢? 明俊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明俊去找法医 法医说,凶手用罕见的刀具轻轻割破死者四肢和脖子上的动脉 导致死者失血过多,在饱受痛苦折磨后才慢慢死去 这种行凶手法十分残忍,似乎在犹疑虐杀死者 明俊随后灵机移动,去宾馆查看警方离开现场后的监控视频 果然发现一个戴着帽子的可疑人物 在警方离去后不久,鬼鬼祟祟地走出宾馆 明俊马上意识到,凶犯早就进入宾馆房间,藏到痛风口里 杀人后又返回痛风口,等警察走后再离开宾馆 接下来,明俊去天下医院照跟死者发生关系的西珍了解情况 但除了得知,江正宇利利用全职逼迫西珍与自己发生肉体关系外 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灯光迷离的夜总会里 一位身材火辣的美女环步走向包间 包间中,一个男人躺在床上 看到浑身散发着神秘诱惑气息的美女进来 以为对方是自己叫的映照女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美女进屋后一言不发,直视爬上床,坐在男人身上 男人闭上双眼,沉浸在温柔箱里,露出享受的表情 突然,美女掏出绳子,捆住男人一只手 男人大吃一惊,睁眼一看,随即笑了起来 以为对方要玩情绪游戏,于是她更兴奋了 丝毫没有察觉到,相应的气氛中 其实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在捆上男人的另一只手和双脚后 美女猛地用脚狠狠抵住男人的喉咙 男人这才觉得事情不对劲 惊慌地大喊,你要干什么 但美女不理不睬,果断而熟练的挥刀 割断男人的四肢和脖子上的动脉 男人疼痛男人放声惨叫 鲜血剑得满床斗时 片刻后,男人在痛苦中死去 美女则不紧不慢地离开也总会 这名惨死的男人 是天下医院的副院长高振秀 他的尸体很快被发现 法医告诉敏俊 高振秀和江振宇很可能是被同一人所杀 因为两起案子的行凶手法如出一辙 都是割破动脉,让死者因失血而死 而凶手使用的是同样的道具 敏俊认为,两名死者的关系 将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就去天下医院,再次找到实习医生西珍 打听高振秀与江振宇的关系 西珍说两人是好友 接着他仔细想了想 说高振二人还有个共同好友 敏俊一听来了兴趣,马上问是谁 西珍说,那个人叫李奇旭 是整形医院的院长,名气很大 最近还上了电视做节目 在敏俊找西珍问话时 他的下属仲基和东珠 也找到天下医院的两名资深看护了解情况 见两位阿姨什么都不说 仲基眼珠一转,记上心来 随即要请两名看护去吃饭 并叫来了敏俊 九过三巡,菜过五位 两位阿姨性质越来越高 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对敏俊说出了天下医院的黑暗传闻 原来十年前 在一个罕见的暴雨夜 一名女孩出了车祸昏迷不醒 随后被送到天下医院就职 女孩物观精致 漂亮到不可思议 即使无意识地躺在那里 都会感觉她在发光 当天值班的男医生 都被女孩的惊人美貌惊呆了 死死盯着她露出贪婪的目光 一个月后 医院中传出留言 说在那个暴雨夜 三名值班医生 李奇旭 江振宇和高振秀 轮流侵犯了全身麻醉 没有意识的美丽女孩 吃过饭 敏俊和下属东珠在街边喝啤酒 刚好看到街头的大屏幕中 正在播放李奇旭 参加电视节目的画面 看到屏幕中意气风发 已成为整形医院院长的李奇旭 再想起看护说过 这个男人可能侵犯了无辜少女 敏俊愤不平 不自觉地用力 捏扁了手中的一拉管 回家途中 敏俊意外地看到 附近新开了一家肉铺 他好奇地推开门 发现身材高调的肉铺老板 正背对着自己切肉 而且手法极为娴熟理落 这时 明娇顺爱的老板娘 忽然察觉到身会有异常 立即停下动作转过身来 看到老板娘的美颜面容 勾人眼神 明君瞬间呆住 几秒钟后 他猛地回过神来 意识到自己的屋里 尴尬地低下头 关门离开 当晚 明君躺在床上 久久不能平静 老板娘的妙慢身姿 在他眼前挥指不去 明君彻夜未眠 天亮后 他去警局上班 经过肉铺时 下意识停下了脚步 然后 他看到肉铺门口 有很多男人排着长龙 哥哥张大嘴巴 眼睛放着光 还不停地说着 太漂亮了 片刻后 美颜老板娘 风轻万种地 走到明君身边 凝视着他 眼神中充满了魅惑 突然 明君脸上一凉 再抬头时 惊愕地发现 老板娘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原来肉铺前 根本没有什么长龙 刚刚不过时他的遐想罢了 而老板娘 不止门外站着人 向外泼水 结果泼了明君一身 老板娘在向明君道歉后 就回屋了 明君则看着 他迷人的背影 发了会呆 明君觉得 连续两起命案 很可能都与天下医院 十年前侵犯传闻有关 于是去找 在传闻中 侵犯过美丽女孩的李其旭 见到李其旭后 他直接了当地询问 十年前的事情 拿成想 李其旭当场实态 恼羞成怒地 把他赶走 他手下调查 十年前的一个鲍鱼业 在天下医院 接受全身麻醉 年龄在16到19岁间的 女性名单 这天晚上 肉铺里来了个白发苍苍 公邀驼背的老婆婆 他对老板娘顺爱 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里肌肉很美味 一定让我在肉变色前吃的 顺爱听后 看了对方一眼 默默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老婆婆离开时 刚好敏俊来到肉铺门口 嗅觉敏锐的他 用力闻了闻 发现老婆婆身上 有种独特的香气 敏俊随后走进肉铺 而老板娘此时 明明去了里屋 但敏俊的眼前 居然出现了对方的身影 显然 他又陷入了遐想 在想象中 老板娘顺爱 穿着性感睡衣 走到敏俊面前 手中还拿着一条鞭子 是要买肉吗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 敏俊的性幻想 原来是老板娘 从里屋出来了 敏俊的思绪 瞬间被拉回到现实 想到刚刚还在 意淫对方 内心有些紧张 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然而在看到 老板娘诱人的嘴唇后 他不自觉地说 嘴唇 老板娘愣了一下 以为他要买猪嘴吃 随口说了一句 很会吃啊 于是 明俊掏钱结账 迷迷糊糊 买了猪嘴带回家 接下来 由于担心 李奇旭会成为 下一个受害者 警方每天派人 在他的住处外监视保护 一天晚上 明俊和东珠 正在车里监视 李奇旭突然走出来 开车离开 明俊和东珠 停好车走进去 明俊和东珠也跟进去 但不知道 李奇旭去了哪个包间 就到处找 在夜走会里 李奇旭左拥右抱 喝酒吸毒 尽情释放欲望 过了一会儿 明俊终于找到了 李奇旭所在的房间 刚拉开门 一个服务生走了过来 而明俊没有留意到 一位半边脸 带着面俊的女子 竟然藏在服务生身后 面俊女正是杀手 她向李奇旭的包房 看了一眼 见明俊在门口 觉得不是下手的好机会 就脚步不停 来和明俊会合 结果不小心撞翻 服务生拿着的冰块筒 冰块洒了一地 令明俊震惊的是 冰块中还有一把 形状古怪的尖刀 她明白了 凶手要来杀李奇旭 还把凶器藏在冰块筒里 随即抬头一看 看到面俊女正快不离开 马上追过去 让对方站住 但面俊女突然回身 推到明俊 随后快速逃离 明俊赶紧爬起来 气急败坏地追赶对方 面俊女逃出夜店 又跑进一个商场 明俊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面俊女猛地 从一扇即将关闭的 卷帘门下划过 逃离商场 而明俊慢了一步 卷帘门已经落下 把她关在里面 明俊眼看被一凶逃跑 懊恼不移 用力捶打卷帘门 不过 明俊也不是一无所获 毕竟她得到了 面俊女那把刀 第二天 她让手下重击 从这把刀入手调查 看看有没有线索 与此同时 另一名手下东朱说 关于十年前报约的调查 卷延熙在七年前 改名为薛秀珍 如今已是韩国著名影星 明俊随后 传唤秀珍到警局协助调查 她隐晦地问对方 十年前是否见过李其旭 江振宇和高振秀 秀珍面带微笑 适口否认 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 秀珍用的香水 引起了明俊的注意 她觉得这种味道 似曾相识 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何事何地闻过 问秀珍是什么香水 秀珍说是自己调的 次日 明俊和手下查出 明俊女仪是那把刀名叫胡爪 通常是屠夫剔骨使用的 接着 她又得到一个消息 黑道中人赵珍 最近和一个用刀的女人交过手 明俊马上带着重机和东珠 找到赵珍 没想到赵珍见警察来了 以为要抓自己 拔腿就跑 明俊三人一路狂追 终于制服赵珍 把她带回警局 明俊问赵珍和她交手的女人是谁 赵珍说不认识 明俊又问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赵珍眼睛一亮 说女人虽然半边里戴着面具 但很漂亮 就连背影都是人心魄 听了这番描述 明俊忍不住想起了 面具你和肉铺老板娘 到了晚上 明俊又习惯性地来到肉铺门口 发现门锁着 有些失落地转身 结果看到老板娘就站在自己身后 明俊被吓了一跳 老板娘则板着脸 说你在干什么 说要道歉吗 说着就打电话报警了 明俊顿时慌了 赶紧解释 还拿出证件说自己是刑警 老板娘却对着电话那头说 有个疯狂的刑警 正在我家门口撒野 很快 有警察来到肉铺门前 看了明俊证件后 发现是一场误会 就离开了 4日 上次召集明俊和重鸡 东珠开会探讨案情 开会时 明俊一直走神 脑海中却是老板娘的影子 下属见他不对劲 喊了几声 他才回过神来 上次下属从没见过他如此魂不熟舍 都觉得很奇怪 当晚 明俊又去了肉铺 说要买牛肉 老板娘顺爱 耐心地向他介绍 哪个部位的肉更好 可是敏俊根本听不进去 因为他已经完全被 舒烟的美貌吸引了 最终 意乱情迷的敏俊 忽里忽图地 买了最贵的肉 也是在这天晚上 李栖栖在办公室里 注射毒品 药性发作后 他飘飘欲仙 忍不住回想起 十年前那个暴雨 当时 他和江振宇 高秀镇 被急诊室中 那个女孩的 惊人美貌吸引 内心蠢蠢欲动 终于 他们再也控制不住 心中欲望 受刑大发 轮流侵犯了 全身麻醉的可怜女孩 他们以为此事 神不知鬼不绝 却没有注意到 女孩的眼角 留下了两行清雷 原来 麻醉要对药效 已经开始减退 此时女孩的意识 已经清醒了 不过依旧动弹不得 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 只能默默承受屈辱 次日 敏俊又去找李栖栖 想打听十年前的事情 结果无意中看到 电视中播放的节目 而在这档节目中 李栖栖是嘉宾 主持人则是 十年前暴雨夜 被送进天下医院 全身接受麻醉 如今已成为大明星的秀珍 敏俊心中一动 装作不经意地问李栖栖 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这档节目的 李栖栖说 13个月前 敏俊算算时间 愈发怀疑 当年被侵犯的女孩 就是秀珍 她在重遇李栖栖后 不知怎么认出对方是仇人 于是决心报仇 想完这些 敏俊觉得没什么口问了 就笑着 对李栖栖说了一句 多保重 然后离开了 明俊走后 李栖栖因为再次被问起 十年前的事情 心中烦躁 在为全身麻醉病人 做整形手术时 看到对方赤裸的身体 她竟然产生了幻觉 依稀看到了十年前 那个美丽的女孩 于是 李栖栖突然生出欲望 怕在病人身上 亲吻抚摸 就在这时 护士走了过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她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李栖栖随即 凶狠地推倒护士 狠狠地侵犯了她 还警告她 不要把今天的事情 说出去 这天晚上 白发苍苍的老婆婆 又去了医院 说的话依然很古怪 这次肉没问题吧 不要失误了 说外听后 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点点头 第二天 明俊得了通知 前一晚李栖栖在家中 遭遇杀手袭击 她拼命反抗 而李栖栖的女儿 听到打斗的声音 就跑出自己的房间查看 杀手见到小孩子后 稍有犹豫 已经受伤的李栖栖 趁机拿起一把刀 李栖栖随后入院疗伤 由于李栖栖受伤 电视台方面打电话 通知与她合作 同一档节目的明星秀珍 说节目录制要推迟 放下电话 秀珍露出失望的神情 同时想起三个月前 第一次在电视台 见到李栖栖的情形 当时李栖栖走过来 夸她漂亮 还开玩笑地说 你坦白吧 你一定整过容 听到这句话 秀珍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了 但迅速恢复正常 微笑着 让李栖栖再说一遍 你坦白吧 李栖栖不明所以 也没在意 就又说了一遍 秀珍听后 心中波涛起伏 原来 在十年前的暴雨夜 她的确被三个禽兽医生侵犯了 其中一个人还宁笑着 对她说了一句 你坦白吧 你也很享受 而李栖栖刚刚说出 你坦白吧 这四个字时的声音语调 与当年一模一样 秀珍万万没有想到 十年后 自己又听到了 那个恶魔的声音 她无比肯定 李栖栖就是 十年前侵犯过自己的人 这天晚上 明君又去入铺买肉 看着墙上挂着的胡爪刀 她忽然想到杀手 用的就是这种刀 立即生出疑心 而在看到老板娘顺爱 走路一圈一拐后 她又想起了李栖栖 刺伤杀手的大腿 愈发怀疑顺爱就是杀手 于是猛地破倒对方 顺爱拼命挣扎 明君一手按着她 另一只手撩起她的裙子 发现老板娘的大腿 用白布包扎着 果然受伤了 难道自己爱慰的美女 真的是凶手 明君心中无味杂陈 她难以置信地盯着顺爱 眼神中有无尽痛苦和纠结 顺爱虽然淡定自若 眼神中却也有一种 说不清的东西 几秒钟后 明君无奈地放开手 但顺爱居然主动亲吻她 这一瞬间 明君把案子和警察职责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马上热情地回应顺爱 两人随即在肉铺里 翻晕覆雨 与此同时 明君里前入医院 打倒守在病房外的警察 明与李其旭后 将她掳走 次日 明君得知李其旭失踪 这倒是杀手所为 异常沮丧 不过心中也有一丝窃喜 甚至感觉寻在心头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下了 因为顺爱 总而一直与她在一起 显然 她无法分身绑架李其旭 明君随后和手下寻找线索 但一无所获 到了晚上 明君又去了肉铺 一近五就迫不及待地 和顺爱亲热起来 两人再次共度了美好的夜晚 同一个晚上 李其旭在阴暗的厂房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着 吓得大叫救命 片刻后 曾经去过几次肉铺的白发老婆婆 出现在厂房里 步履蹒跚地走向李其旭 面具你在她身后紧紧跟随 李其旭惊慌失措 颤声问你们是谁 下一秒 面具你掏出尖刀 割断李其旭两只手上的动脉 李其旭血流不止 疼痛难当 吹下头 无力地求饶 老婆婆眼中露出快意神色 说 你坦白吧 你也在享受 听到这句话 李其旭惊呆了 她全明白了 当年被自己侵犯的女孩来报仇了 接着 老婆婆扯下李其旭的裤子 缓缓离开 面具女则放出笼子里的恶拳 恶拳猛地冲过去 撕到李其旭的下体 空荡的房间中 李其旭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婆婆最后走上天台 撕下面具 扯掉假发 露出真面目 原来她就是绣真 大仇得报 绣真深深吐了一口气 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四日清晨 明君去上班 双夜突然拉住她 但愈言又止 最终什么都没说 明君以为对方情到浓时 对自己依依不舍 没当回事 亲了一下顺爱就离开了 顺爱则呆呆地 看着她的背影 显得心事重重 当天 警方发现了李其旭的尸体 法医看着尸体 略显困惑地对明君说 凶手的手法跟前两次一样 但有一点不同 从下头的角度看 前两次的凶手是右撇子 这一次却是左撇子 午餐时 电视里播放着 秀真新电影大获成功的新闻 夸奖秀真演技出色 在新片中 逼真演绎了一个70岁老人 而看到秀真扮演的老人造型时 明君彻底惊呆了 因为秀真的老人造型 分明就是她在肉铺里 遇到过的那个老人 接着 明君又想起 老婆婆和秀真 用的香水是同一个味道 而秀真说过 那种香水是她自己调制的 明君怀然大悟 她在肉铺见过的老婆婆 就是秀真假扮的 而这也证明 秀真和顺爱有关联 两人都是连环命案的重大嫌疑人 不过秀真目前在威尼斯参加电影节 无法找她问话 明君随后去找顺爱 但人去时空 肉铺里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招牌也被拆下 顺爱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明君马上给顺爱打电话 单号码已经是空好了 明君意识到被骗了 顺爱针对于案子难逃干系 更让她心痛的是 她不知道顺爱 究究有没有对自己动过真情 那些甜蜜时刻 是否真的只是顺爱的美人计 几天后秀真回来了 明君立刻找她问话 但秀真不回答任何问题 由于没有证据 明君只能放人 接下来一段日子 由于案件没有进展 自己倾心爱恶的女人也消失了 明君变得异常颓废 整日待在家中借酒消愁 一天 电视中播放的新闻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原来 在另一座城市发生一起凶案 死者是放高利贷的黑帮分子 还经常把还不起斩的女性卖掉 而她的死法 竟然和李七旭的人一样 明君意识到 这起案子与顺爱有关 突然振作起来 下定决心要找顺爱 明君随后去找 曾和女杀手交过手的黑道中人赵珊 赵珊说刚刚听到消息 擅长用刀的女杀手 可能在一个屠宰场 明君马上去了屠宰场 果然见到顺爱 顺爱看着她 露出复杂的眼神说 你回去吧 明君则愤怒地拔枪对准顺爱 怒吼道 完成任务就消失吗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本来面目嘛 突然 顺爱支出刀具 打掉明君的手枪 明君随起捡起一根棍子 又跟拔出一把刀的顺爱打起来 一番打斗后 顺爱按倒明君举刀刺 但她已经对明君动了真情 根本无法下手 明君趁机推开她 两人又打起来 打着打着顺爱心中悲痛 不想再反抗 任由明君把自己推倒 明君捡起刀 按住顺爱 问刚才为什么不杀我 顺爱眼中情满泪花 悲伤地说 你杀了我吧 明君随即举刀刺下 但这一刀 只是刺在了地上 明君早已对顺爱 情根深重 无法自拔 所以他放过了顺爱 开车离去 明君走后不久 屠宰场外来了一辆车子 顺爱上车后 对司机说出发吧 车子随即启动 明君离开屠宰场后 意识到自己 在警察的职责和爱情中 选择了后者 无法再当一名称职的警察 就回警局替交辞呈 恨铁不成钢的上司 火猫三丈 狠狠给了他一耳光 还对他破口大骂 明君一脸羞愧神色 但也不解释 只是深深地 对上司拘了一宫 就在众人的惊恶中 默默离开了 辞职后 明君到处寻找顺爱 一个月后 他根据线索来到一处 挂着肉铺招牌的房子面前 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静心神走了进去 下一秒 他看到了正在切肉的顺爱 再次见到心心念念的爱人 明君激动万分 而顺爱见他来了 更是震撼不一 顺爱定了定神 问明君 你是来买肉还是来抓我 明君说 我不再是警察了 还反问道 你还杀人吗 片刻后 明君露出灿烂的笑容 顺爱则热泪盈眶 两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随即激烈热闻 竟想雨水之欢 第二天早上 明君醒来 发现顺爱不在身边 就随手翻开一旁的相册 看着顺爱的各种照片 明君露出甜蜜的微笑 突然 他看着一张照片呆住了 照片中 顺爱竟然有一个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 明君随后想起法医的话 千两千案子的凶手是右撇子 杀死李其旭的人 则是左撇子 于是他抬起头 露出困惑的神情 喃喃自语 你究竟是谁 电影结束 很明显 顺爱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两人同为杀手 一个是右撇子 一个是左撇子 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前两次杀人 凶手是右手吃刀 第三次却是左手吃刀 秀珍为了报仇 顾了这对杀手姐妹话 每次去肉铺 都是为了催促姐妹俩 尽快动手 而令敏俊疑惑的是 有始至终 他见到眉眼的老板娘 真的都是顺爱吗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